美食卖场好事多又出包 日前有民众买到一丝被咬了一口的牛肉卷 业者推测是烘烤的时候外观焦黑 工作人员手工拔除的时候导致破损 但出包的还有民众买到的生菜沙拉里 有一只活的瓜牛正在爬 民众质疑业者生菜没有洗过就直接装和 但业者强调使用的生菜都有经过SOP清洗挑选 目前还没有接获类似的客宿 但会持续注意 小瓜牛爬牙爬充满活力 但拍摄的民众可是一肚子气 因为要是不注意可能就把瓜牛吃下去 民众在网络社团上发文表示 这个月16号下午他在好事多买的沙拉 回家后直接放冰箱 冰了一晚隔天早上打开竟发现不速之客 而且还生龙活虎 他怀疑生菜是不是根本没洗过就直接装和 离谱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下 这会是很重要的就代表他们洗干净啊 有医生提醒瓜牛的排泄物或分泌物中可能含有广东注血腺虫 医生指出要是吃下肚一般民众可能引发肠胃不适 但抵抗力较弱者可能引发脑膜炎甚至败血症 对此好事多回应使用的生菜标准SOP都是经过进水两次清洗 以及三次挑选目前还没有接获类似的客宿 但会持续注意 只是卖场出包事件不止一件 另一位网友在脸书社团上po出他在豪士多买的牛肉卷 包装完整但疑似已经被咬了一口让他超傻眼 豪士多也回应可能是牛肉卷在烘烤时内馅或酱汁外露 一致焦黑由人员手工拔除时破损 包装人员作业时未注意挑出 但消费者可能已经对品牌形象大打口分 在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